天地之间有百传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出巡江南 体察民情励志 十五日驻碧江宁 各官勤俭办理 无需繁华铺张 按立结架 并着侍郎和身 为钦差大臣查业 钦此临旨 各位快快请起 谢何大人 请起来 各位 何某此次深蒙圣恩 起来江宁 督导宫嬴嬴皇上 难寻一切有关事宜 还望各位大力顶住 何大人 有劳各位了 何大人 您辛苦了 年兄 别来无恙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 为您接风洗尘 多谢多谢 一切千万从前 不可过分不章 可见何大人 您请 各位请 这不是刘罗姑吗 何大人 你们 上次皇上刺的那双鞋子 还经常穿一穿吗 穿 常常穿 不合适的话 我可以奏鸣圣上再次给你一双 岂敢有劳和大人 岂敢 岂敢 皇上爷胜德端方 三令五身明令进昌 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 仅情怀河两岸就有昌怨七十二家 污秽不堪 这次圣上驻碧江宁 查访民情 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 岂不是有伤龙颜 而且我等是有旨不尊 如何对得起圣上 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 皇上的俸禄 现在本官奉命整肃封化 这首要的一条啊 就是要绝对的禁止昌稷的泛滥 这个大人 皇上很快就驾临了 您说我干点什么呀 你能干什么呀 大人 我不挑 听您的吩咐 跑跑腿什么的 总可以吧 老爷 刘庸进阶 让他进来吧 是 有请刘大人 下官刘庸炳见寻谱大人 刘大人 圣上就要驻臂将宁了 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回禀大人 为了供应圣价 随敬地方 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昌楼祭馆全查封了 什么 怎么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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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辫子 大人在这儿 辫子 辫子 在这儿了 这是辫子的事 请问大人 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 我只是医治而行 好 谢大人 办得好 谢大人夸奖 下去 是 我怎么搞的 你 请进 好 这是我们家夫人 夫人好 听说王爷要随御驾难寻 王爷是饮酒的名人 王爷饮的酒 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 我们洋河酒方 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 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多谢您了 那酒放这儿吧 不不不 抬进去 抬进去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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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从今天起 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 专是精工刺绣了 君福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 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您去吧 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得到十分雅致 清茶 多谢 二位 听说江淮明记搞了一个花榜 对 对 帆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 榜眼 叹花 都一一列上名单 待圣上驾临 好供皇上钦点 江宁知府刘雍把纪远都给封了 什么 我又把青楼改为秀楼了 还是年轻有办法 多谢何大人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 甚至自古君王多寂寞 皇上此次难寻 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对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 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 多多解闷 是 那么何以解闷 风花雪月 对 说得对 此次圣上林姓江南 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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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富裕 素有天堂之说 对 我想此次结架只是李莹般的热闹非凡 不同凡响才是 何大人 还有什么不周详的 望您多多指教 好说 好说 江南明山大叉颇多 而皇上又喜欢李佛参禅 我想 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 比方说 办一个祈福皇上的摆遮法会 如何 摆遮法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 这有什么难的 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 找些懂佛里的落地学子 把头剔了 念几日经 识几日速 待皇上移驾之后 续发还俗 凭空得一笔银子 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 高 实在是高 谢谢大人夸张 福太大人高见 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 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 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 甚至皇上最喜欢热闹 我还记得前圣上西寻礼佛 陕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 我当时奏鸣圣上 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 我当时奏鸣圣上帮你 感谢何大人 谢大人 小人一定照办 一定照办 好好好 一切你们看着办吧 班司 在 选和尚的事就交给你办理了 卑职遵命 李公子 秀红姑娘 银红姑娘在吗 在 银红姑娘天天思念着你 茶饭不思 都病了 快跟我去看她吧 妈妈在吗 妈妈现在不在 快跟我来 走 银红姐, 你看, 谁来了 李公子 银红姑娘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 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 不想落入风尘 姑娘切莫悲伤 让我来慢慢想办法 来 想想办法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 真的 是她亲口说的 家道衰落 我囊中如喜 我到哪去愁着赎银呢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 你先拿去吧 这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 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 用互分离了 好 我就是做牛做马 买身为奴我也 别胡说 别这样 我等待着公子的 好消息 落轿 张成啊 老爷 李靖住哪儿 你打听到了吗 打听到了 哪儿啊 布一下 好吧 咱们去布一下 好嘞 伙计们 起轿 走 走 怎么啦 这面照没给人留下 那怎么办 赶紧回去吧 你别闹了 安静干活吧 我来记 我来记 你 夫人 我忘了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啊 念阳河大驱 初见酒气 必须戴上个面具 不然的话 闻香自醉 你怎么不早说呀 夫人 您也醉了 还不赶紧打开 小人该死了 小人有醉 丫头们 快过来 过来戴上 戴上 什么呀 这是面罩 让它戴上 给你一个 怎么酸溜溜的呀 面罩里放的是醋 醋可以解酒气 果然好多了 多谢 小人告辞 小人走了 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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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戴上 你怎么那么笨呢 别笑了 先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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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看 四百两 不少了 你们 哪个像他这样 怎么样 快来看看 愿意来的话 赶紧的 快点 机会难得 大人 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我先问你 你是何人呢 我是江宁共生李靖 京城秋世落地 傅贤在家 你懂佛典吗 不只是懂 而且还非常精通 那我问你 你缺钱吗 小生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钱 你这书呆子 缺钱就是什么都缺 我这招募僧人 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 你知道吗 皇上南巡 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皇上南巡 告示满街都是 小生哪能不知道 皇上每到一处 都要背乡礼佛 还跟高僧谈论佛典 寅师谈禅 江宁这地方 就是缺这样的高僧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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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明白了 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滩和尚呢 看见没有啊 这使不得使不得 你别走啊 你不是缺钱吗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 小生剃了头 成了图瓢 每日城中木骨的 如何能成婚呢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 待会儿啊 经这位师父一试便能入选 可得四百两银子 等皇上驾临 你陪皇上谈经论典 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乐呀 待皇上走后 你可以续发还俗 还当你的新郎官去 这何了而不为呀 果真如此 当然如此 真是文银四百两 四百两 一字不少 好 大师父 你问吧 师父请问吧 阿弥陀佛 老衲问你 苦海无边 欲脱离苦海应有八道 何为八道 八道为政见 政见 政志 政与 政业 政命 政精进 政念 政定 此即为脱离苦海八道也 何为十戒 十戒是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乱 不妄语 不饮酒 不涂抹香水 不试听歌舞 不坐卧高广大床 不飞实实 不须金银财宝 阿弥陀佛 老衲提问 无疑难倒施主 好 你立下字句便去剃度 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四百两银子 是大人 好 背水背刀 大庭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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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您瞧见没有 往前走一拐弯就到 好 好嘞 张成啊 你们哥儿几个在这儿等着 我去去就来 老爷 老爷您快点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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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李靖的李共生住在附近吗 能那里边就是吗 这里啊 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 哦好谢谢了谢谢老婆婆了 上锁了 白跑了 白跑了 吓我一跳 这位师父面壁念经啊 这墙上有福陀啊 福陀在心中啊 请就 张成啊 这青楼夜已查封 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 老爷 您这就有所不知了 这绣楼二字乃驯服大人亲体 这黄毛驯谱人头不怎么样 这俩字还凑合 您还夸他呢 我跟你说 这绣女丛粮改为女工刺绣 这也算是正当营生 老爷 您可有所不知了 我不知什么 这绽春楼改为绣楼 这就是换个招牌 挂羊头卖狗肉 掩人耳目 躲避大人查尽罢了 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张成啊 来带人去把那老宝给我拘押起来 您更有所不知了 不知什么 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率啊 再说了 您爷们儿也没抓了人家真格的 您就给人家扣押了 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啊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老爷 张成有个妙主意 说给我听听 您不妨啊 您不妨啊 不妨啊 私人呢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好香 夫人 夫人在哪 我说夫人 夫人 你是谁 怎么这个模样 在忙什么 我们在酿造 洋河大沏 你知道吗 当初康熙老佛爷 五字难寻 就有两次 在洋河镇 停马下车 这叫做 温乡停车 温乡下马 这次啊 我爹半家南巡 我一定要让他 尝一尝这个 洋河大区 夫人啊 夫人啊 您是不是有点醉 老佑没醉 我没醉 没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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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老爷 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 你醉了 走走走 夫人啊 慢点 慢点 把这个戴上 好好好 我带 我就没戴 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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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扶着我 别摔倒了 扶着我 扶着我 我带 我带给你看 带上了 像不像个猪八戒呀 来 夫人我背着你 就像猪八戒 背媳妇 去你的 慢点 夫人啊 夫人你醉了 没有 肯定醉了 没醉 真的没醉 没醉啊 不信 我给你背那个 背那个 爱怜记 不用背爱怜记 不用背爱怜记 我知道你会背爱怜记 我说夫人哪 我扶你到礼物歇息去吧 干嘛老赶我走 烦我是不是 哪里呀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 那眉头就皱着 闷闷不乐的 满脸都不高兴 夫人哪 我是在为 尽昌之事烦恼啊 那肯定是 是你们 怕你们没有了 循环坐落的场所 孤儿烦恼 是不是 夫人哪 是不是 夫人你错怪我了 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 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 暗地里把那些昌楼记馆改换名目 他又死回富人了呀 这有什么难的呀 找人 把他们拿来 按 按律治罪就是了 我是想抓呀 可我没证据 我不能唐突办事啊 夫人 这好办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带我去 我把机缘给他们砸了 看他们把我这个格格怎么样 夫人你罪了 我没罪 我罪的不轻啊 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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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罪的不轻啊 夫人 老爷 老爷 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 火上房了 死小子 你看见没有 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 从山东老家跟我来 你得学个点规矩 是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 知道吗 知道 什么事 你赶紧换衣服啊 换衣裳干嘛 不是说好了吗 说好什么了 查咬子去啊 张成啊 带脏字 以后可得记住了 夫人跟前 可不能用脏字 你得说老爷 快换衣服 咱们去便服查访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老爷 快换衣服 咱们便服查访去啊 好 前面带路 好啊 你刘罗谷 来人呐 来人呐 夫人 被叫去绣花楼 去绣花楼 好啊 你胆敢到绣花楼去宿昌 谁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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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在这儿了 刘爷 你好 你好 忙着 好 回见了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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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有新客来了 走 走 又多跑 走 这儿 走 走 二位老爷是绣马褂还是绣袍符 都不绣 我们家老爷想请一位姐姐陪着我们喝杯茶 老爷 我们这可是正正经经的绣楼 怎么能陪客人喝茶 妈妈 我们家老爷是诚心诚意来的 你给帮帮忙 这实力情怀 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 皇上难寻 如今关府馆的盐 不得不小心才是 你等着 何花 混蛋 看我不找你的学生 二位老爷 你能证实 妈妈 我们老爷他哑巴 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不 刚才是你们躺着那个八个在说话 莫非他又学了新话 是哪位老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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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说话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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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说话了 老爷 你别再说话了 妈妈 你个小子偏露了点的 对了 还把老爷扶到里面去 快去 到里面去 快点 快点 盈红 有课 大爷 咱们走 咱们上楼去 放下我 你混蛋 混蛋 盈红 你以后就不要再接课了 四百两银子 我明天就送来 李公子 我怕 怕什么 我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 不能还俗 放下我 混蛋 这儿 过来跟老爷 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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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叫你接课 荷花 我这儿已经有课了 刘兄 刘兄 刘大人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是李静啊 李静啊 李静啊 你可叫我好找啊 你叫我好找 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刘兄 你跑到这儿来了 你真是犹如斯文哪 看什么 走 刘兄 刘兄 一言难尽哪 你看看他 还认识吗 我看他干什么 我又不认识 你再想想 在鲤鱼客栈 鲤鱼客栈 我没见过他 你再好好想想 楼上那位 对呀 贤弟厌妇不浅 来人的 把老宝给我拿下 炸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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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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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走 走 送回 送回 快送回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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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你们这儿 干什么呀 你们 你 你们造反的 你们是 走 走 往上走 张开 告诉你 本官是江宁知府刘幽 张成 张成 把他带到府衙后宅 是 儿竟在此等候 有儿子吗 好 好 谢谢 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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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到 寻谱大人 刘大人 这事怎么回事 这事怎么回事 寻谱大人 此处乃伪装青楼 下官正在居拿 差计 胡说 这明明是绣楼 怎么是济管 大人 刚才老宝收了条银要荷花 带下官到楼上苟窃 这人赃俱赞 大人 大人 冤枉 大人 为小民做主 有什么冤枉 大人 如实讲来 本官为你做主 谢大人 刚才这位大爷闯进修楼 调戏民女不成 故而恼了 要将我们拘拿见官 大胆刁覆 你竟敢诬陷本官 你身为朝廷命官 竟敢身着微服 潜行于内室 岂不闻私入民宅 非银济盗吗 寻谱大人 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 不是也有点非银济盗之嫌吗 大胆 卑职不敢 圣上即日 铸臂 本官是为采办秀品而来 是 大人是为采办秀品而来 大下官可是有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吗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 你看你 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 分明想成醉寻花问柳 还不赶快退下 是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 定将你按吕炎办 下去 卑职告辞了 走 拿着 一人一根 记住 待会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是 夫人 夫人 老爷的官教已经来了 快去吧 走 打 吃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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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吃劲打 我狠狠的打 打 是最大的 好歹我也是王府阁阁 也是金枝玉叶 嫁给你流罗锅 吐的事你为人正直 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 跑到绣花楼去拈花素柳 给我打 给我打 别打了 然儿 我是你爹 爹 是你 你可不得啊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又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不得了 我也是 你可不得了 哪里 我可以了 你可不得了 那你们俩 搞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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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